紀北府到九局部 在過去這一個過月 為了買年 匯科 牛丘 怎麼用意見不一樣 台北市 新北市 大家認識 今天是 共同開機家庭 公佈修正後後的方案 決定要來放棄匯科 四標市 第三順位 要比匯科 三頂級的總分 有正義的牛丘 現在決定要放到第五月來比 兩次讓郭部提供 紀北府一向公佈修正後 一百空四年 免一個座植 六點 正式順序到今年一樣 但是匯科總這份 只有三頂級的 無比四標市 加上志願順序 五個學校是一群 可能大量來增壓六處 接下來就比牛丘分數 換算匯科總這點 最後比丹庫的牛丘 標市擺後 或是標市擺前 量池擺後 其實它的錯誌的問題 都非常的嚴重 原本幾位牛丘總這點 雖然只有從後面 演出一個順序 但是因為三頂級分數比較糟 沒辦法比 這個時候 使用就沒有違反到沒有規定 明年即將有八萬個考生 要上場的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勢必一定要用到量池分數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選擇了這樣的一個模式 新車中心 我再度感激 已經協助基北區做模擬 模擬完以後 是沒有高增額抽籤的餘力 既北區共町沒有一個方案是最好的 是在到沒有提供的工具裡面 建築三頂級10年秋 因為最單純 也最單純是學基北區 離到部長吳斯華 投一個時間沒面貼表態 我們希望他以改變最小為原則 來做今年的 明年的制度設計 那也減少家長跟學生 他們在適應上的困難 基北區雖然還要送到部來比招 但是面貼表時 三頂級的九星會已經通過 因為地方主題也還要進行 由現在開始實施 記者林秀醫生自明 台北報導